嗨 大家好 我是圓圓 在裡面飾演Cora 這次的角色是一個 我覺得她跟宋依凡是一個夥伴 然後因為她又是婦女 所以她其實有一點能幹 有工作能力 但又有她少女的婦女的那一塊 她在沈浸在自己的幻想裡面的 那個不小心露出來的 豬哥樣吧 OK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永烈 他是 熱心立牌 放火 你看我們名字都有一個火 真的假的 對 你的劇中角色是什麼 我的劇中角色是 凱恩的經紀人 然後叫瑞 你這次在演出有什麼感想 還沒演欸 哈哈哈哈 沒有 我們等一下寫下一下 我們已經演完了 我們已經演完了 真的就是在演完很多發的 我們那個演員有感想嗎 我覺得 我就是演得非常的辛苦 可是我覺得剛剛那個很好欸 我覺得我演得非常辛苦 很累 對 因為之前演的都是一些比較 奇奇怪怪 比較外放的一個角色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角色的話 算是我演過所有的角色裡面 算是稍微比較正常一點 哈哈哈哈 欸 我也是 我也第一次演這場人欸 欸 你不是第一次演戲欸 我第一次 因為我在頻道中都比較 對 比較新奇古怪一點 對 算是我第一次演戲 在這個劇中 我飾演的角色是 Louis 他是一個蛋糕店裡面的員工 他個性是一個比較俏皮 喜歡模仿老闆 然後喜歡跟同事們 打鬧的一個角色 對啊 雖然對這部戲 那個期待還蠻高的 也麻煩大家 一定要好好收看我們的戲 大家一定要來觀看 對 今年太多太多的不甜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 那我們需要一個 非常甜非常甜的戲 那我覺得 蠶上寧絕對是第一次的東西 歡迎大家 喜歡我支持我的粉絲朋友們 記得要看蠶上寧 除了我之外 還有眾多的美少男們 一定要來欣賞 在裡面有很多激情的感情的戲碼 我希望到時候你們可以來 一起參與 蠶上寧 一定要準時收看喔